朋友们大家好 今年天气比去年冷多了 去年这个时候我还记得是穿短袖的 天气特别特别热 还有一个就是昨天养殖场的蓄水池 那个种子突然被关 很多网友不理解说 他说是我自己关的 谁那么无聊关那个养殖场的蓄水池的种子 后面我在村里面打听了一下 就是在那下面大概是一公里左右 他们有人施工把那个公共水源的水管挖断了 然后怎么说应该是第一次来上面关 因为那几个水池都集中在一起了 就把我的那个水池的种子关掉了 幸好是一场误会 还有一个我回来的比较早 如果回来的比较迟的话 出现养殖场死云 这个事就没这么简单了 我看了下网友的评论 他说叫我搞一个那个什么装置法 他说也要花一万多 我觉得太贵了 然后一个网友说了一个比较好的主意 就是挂个牌子上面写一个养殖场专用水池 看天气预报过几天就要下雪了 所以今天要做一下下雪前的一些预防措施 看一下我身后这几个水池上面这个遮阳网 一定要把这个拆下来 不拆下来也要滚在一起的 如果这上面一下雪的话 这个就很重 这个就直接就断掉了 然后就直接塌就下来了 之前这个事外养殖场养十万 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状况 遮阳网全部都压垮了 这墙也把那个搞垮了 这个没水 这里面养的全部是草鱼啊 这山上的鱼群 我抓在我这个水上面了 再从这里 下来 哎 哇 这个水太冻了 太冷了 太冷了 这个草可以喂草鱼啊 草鱼也蛮喜欢吃的 这个草可以喂草鱼啊 是什么呢 这个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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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草鱼 这个草鱼 这个草鱼 这大概可行 比较可行 接着 这个草平时用来 只为羊是可以的 但是到了冬季不可以喂草鱼了 哇 太冻了 你被我掌痕了 好冻啊 好冻啊 太冻了 这几条鱼就好吃了 虫条鱼了辣了 用添添水 看这条鱼一样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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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备物资 大家觉得今年是冷冬还是暖冬呢 从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冷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现在12月份比往期冷了很多 去年这个时候还穿短袖 今年的话穿两件衣服都觉得冷 好了那这视频就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啊